近日,有英皇电影《猫眼电影》出品的电影《金手指》在北京举行全球订当发布会 当天,导演庄文强,监制黄斌,主演刘德华,梁朝伟,蔡卓妍,方中信,陈家乐登台亮相 该电影用庄文强导演的话来说,就是用100块赚到101的故事 同时也是刘德华和梁朝伟时隔20年后再度联手的新作 被网友称为是无剑刀阵容的绝版复制 两大影帝对此次合作更是感慨颇多 回顾了两人从电视台开始合作到现在再次合作的心路历程 言语中流露出对彼此的惺惺相惜之情 我觉得我们是命运就是这样 我们是从开始在电视台的时候 一定是很好 对手是最佳 但是偏偏又几十点才在合作一次 他在每一次都是非常愉快的 我从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 我应该就很注重在享受整个过程的 我不是 我就要出来 然后拍完的时候享受明星的感觉 那也听话 对啊 生理人的部分嘛 我觉得只要我们两人一起 每一部十个会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发布会接近尾声时 还发生了十分诙谐的一幕 英皇老板杨寿成 护腰上台发表讲话 他首先对这部电影 可以请来刘德华和梁朝伟参演感到非常荣幸 还牵扯两位影帝为大哥 场面十分逗曲 随后聊到在合作下一部电影的话题时 杨老板画风一转直接提及到片酬一事 他那种带有哀求式的表演真是绝了 令刘德华和梁朝伟瞬间感到有点尴尬 不过最后还是被两位高情商的影帝化解了 这位打到这两位大哥点一部下 我觉得非常奔赛 在一部的不知道 全面大人合作 你可以 你可以 变得 变得 我现在在梦从一百块到一百一的梦 所以你不能跟我讲这些梦 你呢 变得点啊 这还是 我 wingtang 准备 真正 不要 我 我们 我们 你 一天